雙手緊窩麥克風 講到哽咽 甚至直接報哭道歉 你知道我做錯了 真的要自己做錯了 真的對不起 被指控的江姓助理教保員 雖然坦承錯誤 但家長還是不買單 畢竟受害小朋友不止一人 開心畢業 小朋友在學下留下合照紀念 但這手上的淤青從哪來的 我的小朋友他是 謊稱說他是蚊子丁 對 但淤青 蚊子丁怎麼會有這麼快 這麼大塊的淤青 詢問過老師得到答案 說是被蚊子丁 但怎麼會淤青一大片 直到教育局通知 老師涉嫌虐待 老師只是教育小孩 可能不會多想 可是當你看到那個片段的時候 你就會想到說 小朋友飛下去飛出去的時候 那個當下是很震撼 爸爸戴著口罩背對鏡頭 選擇公布校方老師不法行為 畢竟看到監視器畫面 心都碎了 但受害的不止一人 因為我的小朋友 在午休的時間 就是有尿吃褲子 那就是有被老師 就是當眾就是叫其他的學生 就是將他圍一圈 然後老師就是把他的褲子 以及內褲脫下來 行北市板橋一間幼兒園 有家長指控 孩子受到不當管教 不僅大力拉扯孩子 動手動腳 導致淤青 更會以面被悶頭 打臉頰 甚至被指控 當場羞辱孩子 事發的今年三月 許多小朋友在園內受傷 教育局介入調查後 警方五月通知家長們 看監視器搜證 至少有八名孩童受害 三名老師施暴 這樣指控 原方一開始還只是將動手的老師 轉調行政職 甚至說謊 避重就輕 因此許多家長決定提告 後續教育局也針對該員 勒令停招 教育局認定六人 涉嫌不當管教 分別採處三位教保員 並公布姓名 終身不得聘任 列管三年及接受研席 並分別罰還60萬元 30萬元及3萬元 只是孩子長期受到不當對待 有些人害怕去學校 又有人半夜睡到一半醒來哭 對於孩子與父母 都是難以原諒的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